就是把那个上面的那个名称把它输入上去 姓名的 姓别 然后再新增 在高中子 专科大学 然后预设的话 要是高中子 所以这个地方要以选取 只有这个是以选取 其他都没有选取 专科 其他都是会选取 还有大学 研究所 那这边注意 只有这个是以选取的 这个是以选取的 确定就好了 那到时候下拉就会点下去就会往下 就会出现那个选单 那再来的话留言内容插入表单里面叫做文字区域 这是文字区域 那电子留言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插入表单里面的文字方块 文字方块跟文字区域的差别是文字区域它是一个比较方形的 那这个两个按钮呢再把它剪下来 或者拖拉上去也可以 放在这里面就可以了 再来呢这个宽度也有限制 它要求就是说呢 文字姓名的栏为20 那20怎么设定呢 直接在上面点两下 把宽度设计计为20 预设计定 oluyor 20 所以不用调整 那这个下留言内容有要求 留言内容第5项 他的宽度要是多少呢 30个字元 所以这边宽度就是30 航数多少呢 他跟我们讲 rum 文字高度就是五的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宽30 高的话呢就是5 就是根据它这个里面的那个第五小点里面来的确定 那电子邮件多宽呢 这边有讲到要40 所以点点叫做测40 好这样的话呢就完成了 就完成 所以这一题的话呢特别注意 一定要先做一个动作 先做插入表单 表单再按Enter 然后呢在这个Enter的这个上方这里 表格插入表格 选择两栏六列 这个80 那这边都0 按确定就好了 001 那再把字输入上去 这个条线可以移动 那再加这些就可以了 好把画面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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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